神明他們有很多種方式要幫助人間 我應該是盡量的把這個物質去發送出去 但至於要發送給誰 那真是神明自己的事情 只在我必須要留保護這個管道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那就拿去古堡賣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財神爺的噴霧 那因為你們原來跟這個很像 對 我們原來就有時貿 那我們不要再做這個小品牌 我們要做大品牌的 但是因為我跟貝蒂這個溝通的過程 我會發現財神爺真的不是一個很好說服的財神爺 真的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 然後我就跟貝蒂講說 我舉個例子就是要賣這個 我就把這個財神爺變成這個 你覺得可以嗎 因為你有跟我講說要改嗎 對對對 我不但要賣 我還要改 價錢還要不一樣 還要天移 對 然後我就想說這怎麼可能 因為我們石墻賣的價格比你這個 兩大五石墻還要貴 對 我只想說這我無法理解這個邏輯 對 我那時候秉實著就是 如果他就是師傅不願意那麼安全 那現在就是至少我們say no了 對 就不再是我的責任了 我們就沒有這個因緣嗎 對對對 那後來就問了那師傅才說可以